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冲胖暗夜沉寂》 当我试着回顾往式岁月的时候 总会记起那些不无怜悯之情的话语 你的世界真是可怜 一切都是这么有限 实在太不公平了 或者从普通人来看 所有失去光明的人都是命运的弃子 他们觉得我所生活的世界永远都是这么狹窄 但是我从来未因此感到悲哀 也都不用有所解释 我以爱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 也都以爱属于自己的生活 你所接触的圈子太狹小了 你的思维局限了你的视野 每当有人乐此不疲地想要指点我的人生之时 我都不禁暗自发笑 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必然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谁又会真正去关心其他人读过什么书 交了什么朋友 又去过哪些地方旅行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 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可以收获一份内在的幸福与安宁 我听不到动人的音乐 也都见不到美丽的风景 但是这些并不可以阻碍我和这个 丰富多彩的世界亲密互动 我不单止识字 还懂得分辨口型 每当遇到那些没有文文版本的书报的时候 我都会请人帮忙聘写或者直接读给我听 受父亲的影响 我也都养成了阅读早报的习惯 每天早上 沙利文小姐和托马斯女士 都会仔细地把整版报纸的标题读给我听 我先选出最感兴趣的部分 之后再请他们为我盲品试读 杂志也不例外 除了那些专攻盲人阅读的盲文杂志之外 我还会在每个月中 贩读七百种左右的普通杂志 比起盲文杂志上所转载的文章 我似乎更加倾心于普通杂志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身在远方的好友 常常都会寄来一些盲文信件 有些是他们的亲不信 有些就是邀请深暗盲文的人 执不代写的 但是无论是怎样 我都是要感谢所有写过信给我的朋友 这些通过指尖传递的情谊 总是可以给我带来一种莫大的感动 我很享受独自阅读盲文信件的时光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么充实 一些细腻的感情 一旦被凝聚在粒突起伏的文字里面 就会突然间拼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它震聋发跪 吹呼拉扭 在我时宜落幕的内心深处 冲撞出娟娟暖流 我有一位叫做埃德纳普达的朋友 它很体贴 也很细心 在环球旅行的途中 总是不会忘记 将一块盲文字板带在身边 这样它就可以将一路上面有趣的建文 全部都写在信中与我分享了 它的文本不错的 所有描述都是这么溃声溃色 娶娶如生的 每一次读到它的信件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新临奇景的错觉 好像我就在它身边 正和它一起漂浮在冰冷的大西洋上 傾听着冰山崩裂的时候所发出的巨响 和它并排坐在飞机上面 俯视着蔚蓝色的英吉利海峡 我们还一起去到巴黎 那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大道上 行停顺步 从嘈杂的脚步声中 分辨出高跟鞋踩出的月耳节奏 在一个月色宇宙的夜晚 我们来到了举世文明的威尼斯水城 我们一边欣赏着 曝光钟迷人的倒影 一边静静地听着船夫亨唱的浪漫小曲 维俗威的火山 罗马的斗兽场 就连那个古老国道中的金色黄昏 都是令人唏嘘不移 告别了欧洲 我继续跟随着普达的脚步 前往中国、日本和印度 充满神秘气息的东方大地上 到处都是新奇的事物 好像在岛国日本 满树的樱花显眩飘零 纷纷的落鹰在东京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翩翩起舞 远山间的寺庙里面 传来游阳的钟声 那些声音久久回荡 迎绕不去 好像是来自天国的福音 最有意思的 都是普达的一句惊夫 快点来看 快点来看 日本的妇女 竟然背着婴儿 在街上行走 那些男人都穿着很高的木剧鞋 走起路上来 滴滴滴滴滴的 真是很有趣的 可以拥有一个好像普达的朋友 生活忽然间变得五彩缤分了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热心场的 他们都曾经给过我各种各样的帮忙 威廉蘇山夫人就是其中一位了 他热心慷慨 赞助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人 对那些和我息息相关的慈善机构 他更加是傾囊相助 令我深受感动 我很喜欢和他聊天 当然 有时也会说不投机 他经常跟我说 亲爱的海伦 我不过只是以事论事 虽然我对你的观点是持有保留意见 不过这样和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无关的 他是一个空怀坦荡,待人真诚的人 当我再次发起某项慈善募捐的时候 他仍然是出力最多的那一位 我有一位从事出版行业的大学同餐 弗兰克·哈伯特 正在他的无私帮助下 我的个人传记《我的生活》才可以出版 25年前 他亲手创建了哈伯特出版公司 而且揭力地为一些慈善机构提供帮助 相信没多久 他就对我关爱有加 早在十年前 他就鼓励我创作《我的生活》之逐篇 而且承诺会处理好一切相关事宜 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 我迟迟未能动笔 直到今天才正式接受他的邀请 决定将这部书稿预约完成 他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多帮助 很多鼓励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摧人粉浸的无形力量 新英格兰的年参 几乎是我的第二个家乡 在那里居住的十年间 我曾经有幸接触过很多颇有名望的贵人 1912年的冬天 性情温远的梅德林克夫人来到我的小屋 她是清了的作者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童话之一 我们一见如故 相处得很融合 这位风趣而不失优雅的法国女士 在回国之后 还寄了一张精致的明信片给我 上面有她亲笔书写的一行小字 为发现清了的女孩而祈求幸福 伟大的印度诗人泰国尔也曾经来过年参 这位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掌得主妙笔生花 写了很多贵贼人口的诗句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 她的相貌被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身材高大灰雾 杂乱而蓬松的头发 和满面略衰的胡桑相连 这些都令人想起圣经中有关先知形象的描写 对于泰国尔的作品 我一点都不陌生 甚至还可以背诵其中的几首佳篇 我很欣赏她的诗作 并不是因为她的语言有多华美 也不是因为她日月可鉴的爱国之心 我从泰国尔的每一首诗歌中 都可以体现出一种流动的博爱精神 可以和泰国尔先生相识一场 注定是我一生之中最荣耀的一件事 我将内心的崇敬之情和盆托出 泰国尔先生听了之后微微一笑 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感谢你从我的思作中 看到人类的博爱精神 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日 世界上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圣结的灵魂 他们爱世人甚于爱自己 他们才是真正的圣人 在讲到世界局势的时候 泰国尔先生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他不无哀伤地说起东方人民的悲惨遭遇 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 狡猾的欧洲人偷偷地向东方各国输入鸦片 当这些国家的子民被鸦片掏空灵魂 他们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 只可以任由列强宰割,助以代弊 但是亚洲人民又怎样可以轻易被征服呢? 他们在苦难中挣扎 在挣扎中惊醒 遲早有一天 他们会联合起来 将侵略者驱逐抬尽 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 英国就好像一只凶狠的突袖 它四处扩张 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 现在 红红的战火已经在太平洋沿岸延起 今天的亚洲 日本已经觉醒 而古老的中国 似乎只有在盗察破门移入那一刻 才会意识到处境的危险 请你记住 一个自恋的人 必然会自行毁灭 唯有博爱精神 才可以拯救人类 这番言论让我想到圣洪金地 它不单是一个拥有博爱精神的人 还是一个将不生梦想真正付出实践的人 我虽然没有太多的艺术天赋 但是都可以得到一些艺术家的随清 不少人对我厌善不已 始终可以让艺术家为自己单独表演 确实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其余 善良的埃塔里和杰飞讯先生 就曾经专门为我一个人 表演过他们的拿手好戏 不单是这样 他们还允许我用手指去感受 他们在表演过程中的一憑一笑 一言一行 我的精神高度集中 不想放过任何一处细节 歌唱家海洛苏和谢利亚斌 曾经为我唱起一枝又一枝动人的歌曲 他们将我的手指轻轻地放置在他们的嘴唇上 这样我就可以从顺形的变化中 领略到音乐的无穷魅力 我还曾经将双手放在一座钢琴上面 通过指尖的触角 欣赏钢琴家約翰拿格特斯基的绝妙演奏 用同样的方式 小提琴家克菲斯让我体验了琴缘搏动时的神奇 格特斯基的弹奏美轮美换 让我留下了自身的印象 那是令人沉醉的一个晚上 晚风急急越昔迷你 格特斯基收场而灵活的十只手指 在黑白双间的琴剑上起起落落 如云如水 一首萧邦的小夜曲出神入化 令我如痴如醉 好像自己正随着这个法治灵魂深处的旋律 与灿烂的星航下泛舟远行 有时我会将手放在收音机的风鸣器上 努力感受来自各种声音的美妙震动 我觉得在所有的弦乐中 树琴、钢琴和小提琴的声音是最美妙动人的 虽然我并不排斥流行音乐 但是对于节奏强烈的着士乐 就始终不可以认同了 他深受年轻朋友的喜爱 有些离经叛道、狂野不羁 每当我的指尖 传来着士乐那种特有的劇烈跳动的时候 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对于黑暗的原始恐惧 令人心惊欲跳的节奏让我无处可逃 那是一种几乎崩溃的心理体验 无可否认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 命运先为我开了一个玩笑 然后又让我和各式各样的人群产生了交集 我曾提到过贝尔先生 他是我的智友 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科学家 现在我想跟你讲下另一位新海科学界的朋友 相信你们一定不会对他陌生的 他就是著名的发明大王托马斯·艾迪生 和艾迪生先生的初次谋面 是在新泽西州 那个时候我正在这儿筹备一次的演讲 艾迪生先生的突然到访令我十分意外 艾迪生先生邀请我去到他家作客 真是令人有些受宠药惊的 说话简健明了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相当古板和严肃 不过他的夫人就很热情见谈 为我讲述了不少有关这位 发明大王的奇闻一事 艾迪生先生整天将自己 混在与世隔绝的实验室里 通宵达旦地工作 在某行实验进行的过程中 他讨厌任何人的繁衣 如果不可以按时完成 他就会废寝忘餐地将实验进行到底 在他的夫人眼中 他一直都是一个做事专注而严谨的人 艾迪生先生小心热翼地将我的手指放在唱片机上 让我仔细地体验他的有趣发明 我揭尽全力地想要从中感受到些什么 但最终都是一无所获 为了照顾艾迪生先生难得的雅兴 我还故意脱下了帽 将耳朵挖近到唱片机的旁边 但就算是这样 我仍然是听不到一丝一毫以上的响动 在吃午餐的时候 艾迪生先生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说话 听不到声音 对你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不用受到外来圈囂的烦扰 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你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吗? 请说我冒昧 你拥有这么多神奇的发明 但是就没有一项可以令到失聪的人听到声音 假如我是你 就会将发明这样的一样东西 作为一种以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回答 显然令到艾迪生先生有点意外 他惊讶地说 你真的这样想? 这样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 我才不愿意去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反正那些人说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废话 听和不听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将嘴巴轻轻臭到艾迪生先生的耳伴 想要直接向他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是他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我的声音好像咕噜咕噜无泡的开水 令到他根本没办法理解 我希望通过沙利文小姐那把 好像小提琴那么悦耳的声音 转述我的意思 我被他那么笨拙而略大命令式的口吻 搞得哭笑不得 他真是一位可爱而又天真的发明家 这个就是我所了解的艾迪生先生 在内部达斯演讲的时候 我遇到了亨利福特 他是美国人的骄傲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做汽车大王 福特先生带我参观了他的汽车工厂 长长的流水线和工人们无比闲熟的动作 都令人叹为观止 我突发其想 假如将整个世界改造成一座福特式的大工厂 人物就可以好像工厂里面的工人一样 因为效率的提高 而在缩短劳动时间的同时 令到更多的报酬 到那个时候 每个人只需工作极短的时间就可以衣食无忧 而且还可以自由地支配剩下来的大量时间 这样的确是一个有人的想法 但是几乎没有成功实愿的可能 福特先生的办法 虽然适用于他的汽车工厂 但是一座工厂 始终都不可以和一个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相提并论 谦信有礼的福特先生 还为我讲述起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他告诉我 最初的时候 只不过是想要制造一种农夫也可以买得起的汽车 但是在反复实验和研究的过程中 他对汽车制造技术的了解突飞猛进 后来他拥有了自己的工厂 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不缺乏充满奇妙思想的人 只是他们当中 大多数都不知道如何将靠相灵活应用 亦都因此而浪费了自己宝贵的天赋 之后的十年时间里 我都再没见到福特先生了 后来在一次专门为盲人举办的慈善活动当中 我们又再一次相遇 福特先生慷慨解囊 为慈善组织捐助了一大笔资金 他还兴奋地告诉我 在他的工厂里面一共有73位盲人在同事不同的劳动 为了打烧我的疑虑 他连忙解释说 我之所以会僱用他们 并不是出于同情 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 真的做得很出色 没有其他消息给这件事更加令人振奋了 我游冲地为这些优秀的盲人朋友感到高兴 对我而言 纽约始终是一座有着特别意义的城市 每当我感到心情屈满 呼吸不畅信的时候 就会怀念起纽约市那股 四寸泥漫的混合香味 我喜欢在嘈杂圈楼的地铁中逗留 每一个和我擦身而过的人 都会留下一种独特的气味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刺激着我的神经 令到我在村楼不适的人群中 产生了一种仿如格式的错觉 只需要在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中万步一番 疲疲不堪的身心 即刻就会变得精神饱满 再次从繁华的都市回归到偏远的乡村的时候 心里面总会有些安宁和平静 乡间的生活虽然是平淡 但是就不乏味 当我开始用心触摸周围的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得那么自然 那么迅速 我热爱我的家园 它是我灵魂的妻居地 我所居住的地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的进头和一道通往山间的小路相连 我经常沿着这条小路去山上散步 路的拐角处是一片茂密的树林 那就是我的目的地了 六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小屋的四周都开满了屈甘香和风信纸 夏天的微风从花海中轻忽而过 引来一群蜜蜂和蝴蝶如影随影 天气格外晴朗 我沿着香花铺就的小径 来到藤螺蜜布的梁亭夏小幽 迎风盛开的窗袍花 在小径的两旁建构出一道烟红的花场 六月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月份 它随时随地都在为我们人类准备着惊喜 神怒漸漸退去 沉睡了一夜的枝丫 在稀微的朝阳下伸展着动人的腰枝 他们我多知 频频耀异 好像在跟我说早晨 有时他们似乎真的在跟我招手 我甚至听得懂他们的术语 你们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像我们一样 手停遍刻来看一看四周的风景 我微笑着上前亲切地跟他们打招呼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说 看看海伦每日都要从我们身边经过 好像一只在花径里面四处穿梭的蝴蝶 我的面壳微微发烫 不知是碰上了哪只新的乱眼 它亦都收劫地伸了身懒腰 好像在怪我打扰了它的一场好梦 我常常会为一些亡名其妙的 怪念投影阴然神伤 好像是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像大树一样 悚然不懂 它们虽然不可以来去治愈 但是就因为此字不语的坚守而令人羡慕 这些植物生命力旺盛 每日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漫长的一生中 它们会经历无数风风雨雨 见证着很多冷暖阴情 岁月的沉淀 终于令它们成长成为一棵棵参天巨木 这些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生命奇迹 我有时也会为战争的阴魂和劳资的冲突 而忧心忡忡 我不明白 人类为什么总是移冲于战争 是因为精力过成 为什么不可以将多余的精力 放在改善平民生活 研究通往幸福的门径上面 为什么总是要去到生灵涂炭的时候 才会懂得和平生活的来自不已 假如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力量 让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每日都可以变得好一点 这样不用多久 一个暂身的世界就会出现了 我相信始终有一天 世界将会实现和平 人类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用再去窥视 彼岸世界的快乐了 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我喜欢在书房中度过 很多凌亂而闪光的思绪 都是在书房沉在正思的时候获得的 假如我没接受到 豪博士所创造的这种教育和训练 我的人生会变成怎样呢 沙利文小姐曾经告诉我 就在豪博士帮助劳拉 接受教育的那个时代里面 龙雅姐和盲人在法律上 还是被视为白痴的 在柏金斯盲人学院学习的时候 沙利文小姐和劳拉曾经独处过一室 她的第一任首语老师就是劳拉了 所以她对于现代盲人教育 发展的全部历程都疗如指掌 在成为我的老师之前 沙利文小姐曾经把我的情况 转告给劳拉知 我已经决定了 那个阿拉巴马州的小女孩需要我 她是一个又聋又啞的盲童 我要用知识体敌她的智慧 让她的灵魂重获光明 劳拉听到之后很高兴 她还对沙利文小姐一场场告戒 千万不要叫中你的学生 虽然她是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可怜姑娘 但是这样并不可以成为自私任性的理由 临行前柏金斯学院的孩子 将一个漂亮的布娃娃 塞进沙利文小姐的行囊中 这个就是她送给我的礼物了 后来我才知道布娃娃身上所着的裙 竟然是出自劳拉小姐的手 我深受鼓舞 还因此学会了那个表示羊娃娃的单词 多 第一次前往柏金斯盲人学院的时候 沙利文小姐就逼不及待地 将劳拉小姐介绍给我了 我们走入劳拉小姐的房间的时候 她正在那儿专心置意地做着针线 老友重逢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劳拉小姐好激动啊 她和沙利文小姐来了一个心情的相拥 紧接着她又在我的页头上 一面礼貌地轻轻一问 我对于这位陌生的新朋友一点都不了解 以为她会像沙利文小姐一样遷就我 但当我好奇地伸手触摩劳拉小姐所编辑的花边的时候 就被无情地拒绝了 她熟练地打着手 孩子 你的手太脆了 我很想知道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究竟是怎样的样 于是我又习惯性地把手贴近她的面旁 但是 劳拉小姐轻轻地向后一闪 很明显 她不希望给我的小手弄脆 你教出来的学生 为什么就没有教样的 她把责问的矛头指向了无辜的沙利文小姐 然后又严肃地跟我说 当你拜访一位女士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那么无礼貌的 并无恶意的亲戚一再遭她 还莫名其妙地受到一段指责 我感到很委屈 索性就发起小孩脾气 坐在地板上等着人来哄 劳拉小姐并没有妥协的意思 她一边很快地打着手语 一边用力地把我从地板上拖起 这个小孩真的被众坏了 一点礼貌都不懂 穿着那么漂亮的礼服 怎么可以坐在地板上的 这样会弄脏你的衣服的 我依稀察觉出她和沙利文小姐的不同 她的严厉一时间令我难以接受 在吻别的时候 我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竟然不小心踩到罗拉小姐的脚趾 很自然 又避免不到遭受到她的一番训斥 老实说 罗拉小姐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是很差的 傲慢 冷酷 不近人情 我几乎将所有可以想到的贬义词 全部都用在她的身上 我想她一定都是对我很失望 但是后来沙利文小姐告诉我 我知道 罗拉对我的印象不错 甚至有赞她 她说 这个孩子虽然有些任性 不过脑筋也是挺灵活的 有人说罗拉小姐其实跟我挺似的 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太确切 但是也不是全无道理的 我们的健康状况 人生月曆 甚至身形上贸都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 例如失明时候的年纪大致相弱 童年时期的乖张任性也逾出一切 我们都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 和一双尋证美丽的蓝眼睛 在接受教育之前 罗拉小姐跟我一样都是行事老妄 不服管教 而我们都是在七岁那年开始 接受知识的洗礼 罗拉小姐确实是一个善良人厚 贵质难心的女子 她比我克服得多 也更加聪明 我总是在想 假如罗拉小姐可以遇到 像沙利文小姐这样的老师 她的成就一定会在我之上 每想到这样 我都会觉得很庆幸 对沙利文小姐油冲的感激之情 亦都与日俱增 想起来就惭愧了 现在的我已经走过了40座的风雨 在良师亦有和其他好心人的帮助之下 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文化知识 也都收获了異常丰富的生命体验 我也都可以开口说话 语言能力和常人无疑 但是面对着那些由弱无力 至今仍然活在黑暗中的人 我都是爱忘能助的 我心怀忐忌 愧疚不已 希望可以为那些同病将联的人做些事 随着慈善救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我愈来愈觉得 迫在未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残障人士的条言工作都未结束 但是根据已经情报的数据来看 除了连外体衰和恶病在床者之外 极度需要帮忙的盲聋人士 一共有379人 其中有15个人在适宁儿童 但是不幸的是 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留他们 很多残障儿童的父母 都曾经向我想问过 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但是 由于孩子的智力和生长环境儿童 我也都很难给出一些普遍性的建议 对于这方面 我只可以给出一些笼统的看法 如果可以的话 尽早把你的孩子送到盲聋学校 或者为他们聘请一位专业的家庭教师 总之 要趁着孩子的生理和心理机能 还未完全发育之前 让他们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否则他们就会很容易上失了 对于学习和生活的乐趣 在这里 我还很想和你们澄清一件事 像我这样一样生活在黑暗和无声世界里的人 也有想像和回忆的能力 我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 可以尽情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乐趣 不过 作为一个感官有障碍的人 都是应该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 和外在的世界保持联系 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在相对封闭的自我世界中无限沉淋 例如我自己 就是一个广交善结的人 我喜欢和身边的陌生人交朋友 通过和他们的交流 总可以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讯息 无论是有趣的奇闻日事 还是深刻的人生感悟 都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亮丽的色彩 我会将所有亲朋友的帮助和祝福都铭记于心 感谢他们为我所做出的一切 当一个人被赋予太多的爱和期待的时候 他就会时刻充满勇气 战胜命运发出的挑战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如果天赋再高一点 长相再美一点就更加好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怎可以有这么完美无缺的存在 我并不否认 肢体残障所造成的种种不变 始终都是一种遗憾 在面对自己的不幸的时候 我也曾经自怨自艾、自暴自弃 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一无是处 但是身心的成长和岁月的历练 最终都会让人变得勇敢坚强 所以多思无益的时候 就试下去想其他的事 每个人短暂的一生中 都有可能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努力或者不可以改变一切 但是就可以改变自己 当你和内弱的自己说再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你的面前再升起 学会控制情绪 及时调整心态 对于像我那样的人来说 就是最有益的针弦 耶稣曾经说 我父所赐之杯 我岂能不饮 作为圣子 他是带着幸福的微笑 替众人受难的 上帝虽然赋予了我一副残缺的身体 我就依然要感恩大德 乐于承受 我有我的原则 对于那些能力所及的事情 我事必甘身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不想成为其他人的负担 或者有人会说 消极的承受 只会换来更多的痛苦 与其屈膝投降 不如抗争到底 但是在我看来 坚强活下去 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我从未质疑过生道者的价值 亦都无意批判自财者的行为 我只是觉得 那些听起来激动人心的高谈阔论 并没有太多付诸实践的机会 假如没有坚定的信仰 非凡的毅力 没有各种情感的晓冠 畏质 以及来自心灵的指引 一个人几乎没有办法 战胜自己的命运 其实接受命运并不可耻 因为承受 往往比抗争 需要更大的信念和勇气 40岁的光景 人生已经过了半程了 当我试着去回忆过往的岁月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 或者 我就是爱德华不下那只 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鹰母 事情就是这样 爱德华在完成《动月的故事》这本书之后 曾经写过信给一位远方的朋友 在信中他曾经这样写 我的祖父 养了一只愚蠢的鹰母 名叫做比利 但是经过数年的艰苦训练之后 这只蠢爪 只是学会了一个动作 就是模仿猫头鹰展翅飞翔的样子 来访的客人 一边欣赏着比利的精彩表演 一边对其他鸟类的超凡才华高谈阔论 比利不违于力地重复着一个动作 时间一耐了 那些客人纷纷地询问 这只家伙只会一个动作 快点做其他动作 祖父听了之后 赶忙一本正经地帮比利打完场 嘿呀 你们不要这样说 他会不高兴的 是吧 比利 来快 快点 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看 在信的最后 爱德华还谦信地补充说 现在的我正像当年的比利一样 一辈子只是学会一个动作 我不可以否认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是可以一以观之地把一件事做下去 而且把它做好 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 我在佛利斯特家中的小书房 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全部内容 现在我只想出去走走走 好好缓解一下手指的酸痛 丸子里面的山珠鱼和洛叶虫 散发出大自然特有的青香 我倘若其中忽然怀念起童年时候的桂树 在那条通往乡间的小路两旁 装满了绽放着乳白色的小花杨桂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股甚人心脾的甜味 他陪伴我走过最美的时光 也都见证了我和朋友们至真至醇的友情 在我的心目中 那条桂树夹到的小路就好像我的人生之道 时光匆匆 岁月无情 现在在我的朋友当中 有些依然是在这条乡间小路上行走 而有另外一些已经踏入了天堂的乐土 我别无所求 只是希望通过怀念怀面世者的亡灵 在我并非一帆风顺的成长道路中 还有幸结识了另外一些良师益友 舒直 他们是整个人类的智慧结晶 每一本都令人充满敬畏之情 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挑灯夜读 是他们的忠诚陪伴 让我在永恒的黑暗中感受到灵魂的触照 任何时候 舒直都不会背叛他的朋友 在每次阅读之前 我都会在心底里默默地许下自己的感激之情 我的这部自传讲述的都是平凡的故事 不讲得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 即使你们从中发掘出某些闪光的东西 也不是我的功劳 我的才华平庸 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能力所及的事情 或者你们会觉得书中描述的那些故事和经历 在模型中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 但是我就觉得 他们不过都是一些大有理想的色彩层积 我要感谢上帝 正是因为他的眷顾 我的人生才会在一开始 就发生了某些不同尋常的改变 或者他是想通过我这些一波三折的人生轨迹 带给世间更多不幸者的一些希望和启迪 我看不到东西又看不到东西 更加说不到东西 冥冥之中似乎注定要和痛苦如影随形 但是命运之神将沙利文小姐带到我的身边 在她的指引下 我最终走出了蒙昧和黑暗的世界 走入了光明和智慧的殿堂 沙利文小姐是一位勇敢而坚韧的女性 她的视力并不是很好 跟我相比 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模糊的光感 但是作为一个同样需要帮助的柔弱女子 她就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邀请 以无反顾地和亲朋好友作别 自然一身地来到阿拉巴马州 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任教 这种异于常人的勇气令我肅然起敬 她不辞劳苦 以极大的耐心和无谓的牺牲 为我搭建了一座通往光明世界的桥冷 我曾经非常不解地向沙利文小姐提过一个问题 亲爱的沙利文小姐 你和我非亲非故 为何为我做出巨大的牺牲 她笑着摸我的颜头 因为我喜欢海伦 不知为何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 我都会热泪迎康 我虽然感受不到沙利文小姐温柔的精线 但是一字一句钟楼躺出的浓浓爱意 一早已经融化了我心底那些自私的肩兵了 时至今日 沙利文小姐仍然只能依靠那副高度眼镜来为我阅读 当年贝尔博士亲自为她打造了这副可以任意调整度数的特制眼镜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沙利文小姐一直都是带着这副眼镜 帮我整理手稿 帮我转述陌生人的问候 她总是耐心地打着手语 为我逐字逐句这样翻译 当每一项工作完成之后 她又要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之下 及时调整眼镜的倒数 沙利文小姐为我付出的一切 都令我感到无意回报 我对她的能力深信不疑 只要她愿意 就一定可以成为结出的女权主义领袖 或者是举世文明的女文豪 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将一生的精力 投注在我这样的一个又盲又聋 自私任性的小孩身上 她将奉献社会的火把 传达在我手中 我深感肩膊上的责任重大 絲毫不敢有所怠慢 她的伟大灵魂 无时无刻地激励着我 但是我总是辜负她的一片苦心 在传闻的最后 我要再次感谢沙利文小姐 无微不折的关怀和呵护 尽管我的世界 仍然被一道黑暗的高场阻断了 但是我已经在场角下 栽满了纷纷的花朵 和冲动的树木 尽管我看不到大自然的斑烂色彩 但是我就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感悟四季的变迁 尽管我的屋很小 没有窗 但是我仍然可以在清凉的晚风中 仰望漫天的繁星 虽然我的身体有限 但是我的心灵无界 我会在内在的超越中 向着生命的本真沉潜 我希望和每一位追求 幸福人生的平凡人分享喜悦 让自由的灵魂与众人相拥 在命运的沉淀中 走向平淡而美好的彼岸 祝福人生的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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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永即生 王光成熟